大家好 我們現在訪問到的是我們 國高中職組第三名 我們和風同學來早上咕咕咕咕 來 自我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你等你的作品 我是和風阿信丟 這是我的作品 它是一個兩個會對打的手足球 利用你的五隻手指頭來按 然後這人就會跳起來 按 卡住了 然後就用這個球是乒乓球 那用這個球才去打進對面的門 然後就等分 然後就贏了 這是最基本的玩法就這樣 然後 這很容易打到頭 所以想聽就是它會這樣飛起來 然後知道它的頭 對 好 那我問一下你 為什麼會想要創作這個 你的靈感是什麼 因為我去年做了一台落地式的 也是手足球 但是覺得太複雜 而且沒有很好用 所以我就換了一台這個 然後它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也比較好玩 那你在做的過程中 有很困難的事情嗎 做這個完成這個龍 有遇到很難創作的過程嗎 有啊 像下面這個繩子 它在動的時候 整個滑輪就很會卡住 所以我後來又換了一個方式 換了現在這個方式 把它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 對 好 那你今天得到第三名 講一下 多獎感言再來一次 還不錯啊 下次如果有幫我再來 只是就要繳進腦子想一個年了 對 想說對不對 再拚一下對不對 看有機會再拚一個 第一名 沒有定名的不行 沒有定名的不行 沒有問題好不好 好 那我們最後啊 就是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要推廣這樣子 創作啊 木頭的玩具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說 呃 就是這種木頭的玩具 其實有很多的玩法 有很多的做法 所以不一定是要去很厲害才做得出來 所以是有什麼變的東西 也可以做出來的玩具 鼓勵大家跟大家說 如果他想要第一次想要嘗試 創作這種木頭玩具的話 有沒有什麼想要鼓勵他們的話 可以從下手邊的竹籤啊 或是冰棒棍樹枝之類的東西 自己去文具店買白膠 然後自己就黏起來 就是最初的方式 那再來進階 就真的要去找一些專業老師來教 所以就是先開始動手做就對了 對 好 謝謝和風 謝謝大家 拜拜 Yeah